年龄大选进入到倒数最后一个月了 来日候选人也赶快的出奇招 要吸引选民的目光 在高雄有不老都市传说之称的 抓漏达人陈才佑 他被高雄市长陈其迈的竞选团队 拿来搞创意 用来力挺18岁的公民投票权 从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 陈其迈的高中照片 被拿来复制陈才佑的抓漏的广告 要大家一起来抓漏的青春 一起来抓漏掉的青春 这广告牌本比照了陈才佑原本的设计 直接就在右边画出了发财车 也成功吸引到了街头行人的目光 根据了解呢 他本人是大方同意授权 不只是支持创意 也立体年轻人的权利 现在选战进入倒数时刻 另外呢高雄市长候选人 国民党籍的柯志恩 最近也请跑庙口开讲 加强陆战的量能 昨天他在脸书宣布 礼拜天30号要在古山大荣高中旁边的操场 举办南方响起世事大会 这个活动的场地并不大 不是大型的造势 只是呢希望所有想要日子更好的高雄相亲 再次让人民的心声可以响彻云霄 可以传达起风了明星已经沸腾的声音 而柯志恩呢这篇的波文涌入了 17000多人按赞 网友都为他加油打气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是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宝器 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 仇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